我們上堂課最後介紹的 Clock Defleaflock 我們說它是 G一個bit 最基本的單元 那我們可以用它來組成 更複雜的 可以記錄更多資料的 暫存器或者是記憶體 那我們先從暫存器開始 假設我現在 你存K個bit 你是存K個bit 所以它的輸入 它的interface比較像是 左下角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暫存器 一個16bit的暫存器 然後它的輸入就是16個bit 它的輸出也16個bit 然後它有一個所謂的 WriteEnable 你說High Level來看就是這樣 當你WriteEnable設為1的時候 你就要把寫入的資料放在 DataIn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DataIn就會被寫入到暫存器裡面 然後一次寫16個bit 所以這個暫存器呢 會存16bit的資訊 那反過來講呢 當你 你Always可以在DataOut這邊 讀到這個暫存器 現在的內容 讀到它現在的暫存器 現在的內容 那如果不想寫的時候呢 你就把WriteEnable設為0 可是注意點 WriteEnable這時候 當Clark按起來的時候 才會有作用 大概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WriteEnable 實際上通常會跟Clark按在一起 大部分的狀態 我們都會這樣來做 至於那三角形的符號 表示這邊是有Clark 這是一個16bit暫存器 比如說Toy裡面 就有所謂的16bit暫存器 其實Toy有16個16bit暫存器 那我們現在來看 你怎麼樣用D flip-flop 做一個16bit暫存器 或者任何一個Kbit 8bit也可以 OK 它的這個組成就是右邊畫的那個 所以你要存16bit 所以你需要16個D flip-flop 所以我有16個D flip-flop 那分別會對應到呢 第0個bit到第15個bit 好 那這個 我會把這個輸入的X0到X15呢 分別當作這15個D flip-flop的D嘛 對不對 就是我DataIn嘛 就當作它的D嘛 那把我的這個Rine Enable 連到16個Bit的 16個D flip-flop的Rine Enable 就當Rine Enable On的時候 16個一起On 16個一起寫 16個一起寫 當Rine Enable Off的時候 16個都不能寫 那讀的時候呢 我就16bit從 這16個D flip-flop的輸出那邊讀出來 OK 好 這就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16bit暫存器 你就把16個D flip-flop呢 連在一起就是了 OK 那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就是 Rine Enable必須要連在一起 才會16bit一起讀一起寫 一起寫啦 OK 所以主要是要管一起寫啦 OK 好 這是一個暫存器 那你可能會呢 希望把N個暫存器 連在一起 比如說N乘以K 所以你希望呢 把N個暫存器 每個暫存器呢 都是K個bit 把它們連在一起 形成一個 我們稱為 register file register file 讓你這個Toy的例子 作為例子 Toy呢 有個register file 是16乘16的 也就是說呢 它有16個16bit的暫存器 OK 那Toy的memory呢 其實也是一個register file 它有256個16bit的暫存器 OK 那這邊附帶一題就是 Toy的memory 跟register 某種程度上呢 組成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這跟大部分電腦是不一樣的 大部分電腦呢 暫存器跟記憶體呢 是完全不同的組成方式 可是在Toy裡面呢 我們為了簡化整個的 計算機的結構呢 我們的暫存器跟記憶體呢 本質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數量上不同而已 OK 那跟現在的電腦 通常不會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不管是memory Toy的memory 或者是register 都是register file 都是N乘以K的形式啦 就是N個暫存器 每個暫存器呢 是K個bit 那它的介面呢 就會像右下角畫的這個樣子 好 所以它K個bit的data in 或者這個write data 跟K個bit的read data 那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呢 K等於16 所以它16bit 的data OK 好 那它會有一個write enable 表示要不要寫 它會有個clock OK OK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分開來畫了 這邊把它分開來畫了 OK 那這個clock呢 就會是連接到我們一般的clock 是我們一般的clock 這個就是我們的write enable 那你自己決定要不要寫 OK 好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 你會有個edges 為什麼要有edges呢 因為你有N個握的嘛 你有N個暫存器放在一起嘛 那要從N個裡面寫一個 或讀一個嘛 所以你需要一個位置來決定 你要寫要讀的是哪一個 所以這個addr呢 是位置 OK 那我們如果從這個high level來看 我有 我說過我有N乘以K嘛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暫存器呢 就是K個bit 那我有N個 第0號第1號一直到N-1號對不對 那所謂位置呢 其實就是這個 哪一個嘛 這是第0號暫存器 這是第1號暫存器 這是第N-1號暫存器 這是第N-1號暫存器 那你到底要讀哪一個 OK 所以addr就是在指定你要讀的那一個 暫存器是哪一個 相當於每個暫存器都有個編號 那在我們把電腦裡面 電腦科學裡面我們把它稱為位置 addr就是它的位置 用這個位置來指定 你要讀要寫的是哪一個 特定的16bit 或Kbit暫存器 OK 好那位置要幾個bit 位置基本上有log 以2為比N個bit 對不對 這應該很容易理解嘛 好那如果在這個 Toy的register file N等於16 那位置線就要4個bit 那如果是MainMemory N等於256 那位置線就是8個bit OK 好那這就是我們的register file 的interface 好那你要讀的時候怎麼樣 就是這樣 如果你現在想要讀資料的時候 首先你要告訴你要讀哪一個bit 哪一個暫存器嘛 所以你要把你要讀的那一個資料的位置 從addr送進來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從read data 那邊讀到它的內容 就是讀的時候 那寫的時候 那寫的時候呢 你要把你要寫的資料 從這個write data送進來 然後把write enable打開 然後呢 把你要寫的那一個 寫入的那一個暫存器的位置 從addr送進來 當clock按起來的時候 那16個bit就會被寫到你指定的 那個暫存器裡面去 OK 好這是它這個介面跟作用的這個過程 好那現在我只能要設計一個電路 達到我剛剛所說的這個scenario 因為我怎麼樣把這個介面所描述的電路呢 把它呢 實作出來 在讀的時候你要從N個裡面選一個嘛 在寫的時候你要從N個裡面選一個 而且你要把這個對應的write label打開 把其他人的write label關起來 好這大概是我們實作的方式 我們現在看讀的那一邊讀的比較簡單嘛 我從N個裡面選一個 所以就是N-to-one的multi-pressure 對不對 那我就把addr當作那個select 可以看到 我的addr就是我的select 我從這256個裡面選一個讓它過 這是一個256-to-one 然後呢16-wide的一個multi-pressure OK 這個你們在做第一個作業的時候 應該做過一些不同的版本 就是N-to-one-ky的multi-pressure 那這邊我們的N是256 K是16 OK 所以我用一個multi-pressure 我就可以做到讀這邊的事情 從256暫存器裡面選一個 讓它的16-bit呢 可以出現在我的read data 讀是相對簡單的 而write呢 write的話我需要一個8-bit decoder 如果你要記得decoder是什麼的話 decoder就是讓這256條線裡面的 只有一條線會按 哪條線會按呢 看你的addr是對應到哪一個數字 它是一個decoder 不要你要記不記得 所以我們在談shift的時候 我們用decoder OK 好所以呢這個addr進來 只有它對應的那一個數字的那條線會是1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我們所有的endgate 都會跟呢 clock以及write呢end的起來 所以說當write是1 而且clock是1的時候 按起來的那一個 暫存器所對應的這一個write enable 才會是1 就是三個都要是1 這個才會是1 什麼時候三個會是1呢 write是1 表示呢使用者說我要寫資料 clock是1表示呢 現在呢是可以寫資料的時間 以及呢 對應的那個decoder的輸出呢會是1 表示呢使用者說呢 我想寫的是這個word 這三個都是1的情況之下呢 對應的那個暫存器 才會真的被寫入 OK 好所以這個就是write的部分 好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可以去implement一個 n乘以k的register file n的是幾個word k呢就是每個word是k個bit OK 好啦接下來我們 來談那個multipressor啦 不過現在談這個multipressor 已經有點太晚 其實你們之前都已經做過了 另外還記得的話 這是我們最開始的 最簡單的一個one bit的multipressor 一個bit二選 two to one one bit的multipressor OK 最早的設計是這個 那我們要做一個 4 to one one bit的multipressor的時候呢 你當然可以把two stable畫出來 這是對應的可能的implementation 那我們說過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當作是一個 模組化的設計 你可以用two multipressor呢 用三個two multipressor呢 來兜出一個four multipressor 這個我想我們之前也都談過了 OK 這是另外一個設計的 這是a to one的multipressor OK 就是相當於讓那個對應的那一個word 那一個才會on起來 然後呢 把對應的資料呢 跟... 就是只有當對應那個 三個都是on的時候 那個資料才會過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想這個你大概看過就好了 我們大部分的設計 會用前面那樣的方法來做設計 好 那我只是這邊 我們只是在跟大家複習一下 你會有所謂的這個 ky的n to one的multipressor ky的n to one的multipressor OK 那4y的2 to one 就是把四個one bit的2 to one的multipressor 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了 我想這個你們作業一都做過了 OK 好 這是最general的 kyn to one的multipressor 考試的時候呢 所有kyn to one的multipressor 你都不用定義了 你要用k是多少n是多少都OK 你只要寫清楚就好 OK 那這些東西我們假設 都可以做得出來 而且你都知道怎麼做 所以這些電路呢 原則上直接使用 multipressor可以直接使用 把對應的數字寫出來就可以 這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電路的設計 OK 好所以我們大概就已經介紹完了 sequential circuit就是這樣而已 最難的其實就是那個 應該sr flip-flop 然後再把慢慢的加上clock 變成d flip-flop d flip-flop就是我們最基本的 1bit的暫存器 那用1bit的暫存器呢 我們可以兜出 kbit暫存器 那再把變成n乘以k的register file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些sequential circuits 來做program counter register 跟memory 不過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memory不是這麼做的 只是在Toy裡面呢 為了簡化這整個討論期間 我們是用這個register file 來做memory OK 那這真實電腦 一般不是這麼做的 OK 好 那如果這一些元件呢 用電子開關來做 大概會是什麼樣來做 這個你大概看過就好了 不用去理解這裡面的細節了 比如這是 這個 1bit的暫存器 我用電子開關來做 待會找這個樣子 就是相當於用電子開關做d flip-flop 下面可以看到就是sr flip-flop 上面加上對應的這個 電路把它變成d flip-flop 加上ride enable 那這個就register file register 這一個4個bit的register OK 這是register file 這是一個 應該是6乘4吧 還是4乘6 應該是4乘6的register file 簡化的一個版本 實際上應該是一個256乘16 然後這邊畫一個4乘6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4個word 每個word都是6個bit 那每個bit對應就是一個d flip-flop OK 所以把這些電子開關呢 串起來就變成一個 4乘6的一個memory 4乘6的memory OK 對應的就是所謂的toy裡面的一個word 那我們做toy的register toy的register file 是16乘16的 還有16個暫存器 每個都16個word 16個bit toy的memory是256乘16的 還有256個word 每個都是16個bit OK OK 好 那這邊就像我剛剛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說呢 我們待會看到toy的architecture 應該下禮拜我們才會看到toy的architecture 那它的memory也是用暫存器做的 所以在大部分電腦裡面其實不是這樣 大部分電腦裡面呢 它的memory是off-chip 就在CPU外面 那可是我們toy 是把memory做到CPU裡面去 那這是為了簡化這個architecture的討論 讓整個運作會比較容易 所以比較容易理解 而實際上你必須要知道說呢 真的電腦裡面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呢 你的這個 CPU就沒辦法容納太多的memory 所以它速度比較快 可是它沒辦法容納太多的memory OK 好 那到這裡為止 我們基本上有所有我們需要 建造一台電腦的元件了 我們有combination circuits 我們有ALU 我們有multipressor 我們有sequential circuits 我們有register 我們有register file 我們有memory 接下來呢 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要建一台電腦 我們要成為toycomputer 這是我們要建造的第一台電腦 不過在介紹toycomputer怎麼做之前 我們先來看toycomputer的spec 以及他可以做什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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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